用红花绿叶做成爱心盆栽 这是孩子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 因为我一直很想插花 插了花送给我的家伙 因为我妈妈不是 很感恩感动 也是很乖啦 不计较 觉得是很随和 我很抱歉 孩子 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 迎接五月佛诞节 还有孝亲感恩月 马六甲分会特地安排一系列的感恩活动 拉近亲子关系 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动作来的 我要身体力行 就是教孩子 讲起爱妈妈 然后爱外婆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母亲大了啦 小时候还帮我洗下 我帮他洗啦 轻轻擦拭父母的双脚 孩子已经泪流满面 此时此刻彼此的心更加贴近 因为父母很辛苦把我们养他嘛 我觉得多点时间陪父母才是比较重要的 孩子听话 我们就感觉到很安慰了 他们能够独立 我们自己会 顾他们自己的家庭 顾好自己啦 就开心了 感念浩瀚父母恩 行善行教要及时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